第211章 全家封批 路昭昭脑瓜子嗡嗡的 惠妃到底撩了多少个 不会后宫都让她撩遍了吧 玩 惠妃性子单纯 劳烦你多关照她几分 她原本性子轻了 为了朕 皇帝神色愧疚 为了朕 她努力记住每个嫔妃的喜好 巴结每个嫔妃 朕如何能不动容 皇帝深深地叹气 她只盼着皇后对惠妃好些 皇后面色诡异 却又不好直说 惠妃爬她的床 惠妃每次来宫中 都偷她用过的手绢 甚至 惠妃还同邀她泡澡 臣妾 尽力 皇后实在害怕与她同处一事 惠妃性子一点都不清冷 热切似火 一双眼睛 彭扶带着灼灼火光 皇后并未久留 只略坐了坐 便起身离开 路昭昭终究不忍心 善意地提醒 皇帝爹点 你要多关心 关心后宫凭妃哦 你不关心 别人会替你关心的 皇帝眉宇高扬 笑出了声 你这小家伙 懂得可真多 小小年纪 操心震的后宫 放心吧 后宫有惠妃和皇后 万事大吉 皇帝半点不曾放在心上 她这辈子也想不到 惠妃会挖她墙角 偷她后宫的鱼啊 路昭昭离开时 正巧遇到哭天抢地回宫的六皇子 六皇子狼狈至极 短短三天 脸都瘦了一大圈 脸上身上头发丝都沾满泥巴 一边走边哭 父皇 父皇 我知错了 我再也不离宫出走了 外面好难浑 乞丐都坏了心肠 踢烂我的碗 抢我的翱子 还抢我的馒头 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 我再也不走了 六皇子眼泪鼻涕横流 眼泪汪汪地问路招招 你遇到丐帮的黑老大了吗 为人猖狂嚣张 所有乞丐的头子 江湖人称彪哥 六皇子抹着眼泪 一抹 脸上便留下几个黑乎乎的手指印 太坏了 彪哥太坏了 迟早叫父皇抄他的家 昭阳妹妹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彪哥有没有欺负你 有没有砸你的碗 为什么 你能换来一个月假期啊 六皇子委屈极了 不断控诉彪哥的恶行 皇帝掩不住的笑意 陆昭瞟瞥了眼六皇子 悠悠道 因为 我就是彪哥 六皇子哭声戛然而止 呆呆地看着他 鼻涕还吹出一个泡 陆朝朝恶弯道 娘再晚来一天 我就接手该帮了 嗨 小家伙一脸后悔 六皇子喉咙一堵 哭都哭不出来 眼睁睁看着陆昭昭坐上教练 大摇大摆地出宫 魏师摩同是离家出走 相差这摩大 父皇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怎么这摩大 六皇子气得跺脚 皇帝瞥他一眼 抽出柳条 还有更大的 柳条只往六皇子身上抽 抽的六皇子 嗷嗷叫 呜呜 魏师摩 魏师摩 同人不同 命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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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小白菜呀 德里皇啊 有了妹妹旺旺啊 离宫出走的六皇子 换回一顿毒打 下次还敢不敢离家出走 下次还敢不敢了 小小年纪不学好 胆大包天 皇帝边抽边骂 有本事你打朝阳啊 五 六皇子此话一出 挨得更狠 陆昭昭坐在叫脸上 一边打瞌睡 一边想会飞撩了多少个 为了吃瓜 午觉都没睡 回到许家 已经临近傍晚 陆昭昭照旧 先去偷两根追风肉干 揣进怀里 慢吞吞地朝主院儿去 屋内 传来嘀嘀的哭声 陆昭昭心头一紧 急忙迈着小短腿追进去 怎么了 娘亲 陆昭昭急忙问道 许氏红着眼睛骂 你二哥这个傻子 他竟随军去边境战场了 许氏得到消息 天都塌了 他手中捏着信 浑身颤抖 他想从军 我不反对 可边境战乱不断 他若有个好歹 我该怎么活 许氏更内疚的是 恐怕孩子想要奋力向上爬 是因为自己 自从他差点被害 验书读书更刻苦 陆正月圆走边境 陆圆消失都快烦烂了 荣澈见他哭得伤心 便道 正月有想法 有冲劲 蓝是蓝不住的 你别担忧 我会让人照看他 荣澈在边境驻扎十几年 陆正月在那里 不会受排挤 云娘 唯有战场升值最快 许氏嘴唇发颤 他哪里不明白 儿子这是要以命搏前程啊 许氏发出滴滴的乌烟 荣澈亦是心疼的红眼 陆远泽丢下这几个孩子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 老太太叹息 女儿这几个孩子 谁都比不上 云娘运气不差 这几个孩子 迟早会超越许家 陆远泽当真看走眼了 第二日 天不见亮 便听得丫鬟通报 陆宅的陪侍 和清晰老家的祖老们 打起来了 听说打得可厉害 据说 原本每年给祖老们三千两银子 可新主母陪侍不愿掏钱 祖老说 三千两改成一千两 陪侍依旧拒绝 祖老们在路宅大门前 骂得可难听 骂陪侍仓妇 骂陪侍爬床的小贱人 还骂陪侍一双女剑不得光呢 陪侍丢尽脸面 最后 还是将云锦看不下去 掏一千两了事 将一众族老哄回清晰 许家众人听得连连称奇 没有许事的陆远泽 哪里还有曾经的风光 有福之女 不入无福之门 你何离 是他们莫福气 老太太才不是个圣母呢 她巴不得陆远泽日子过不下去 仇人过得越狼狈 她越开心 郑国公府最绝 直接火上浇油 他们定制一张超大牌匾 悄悄打打给陆远泽送去 上面用红筹挡住 吹吹打打吸引了一大拨人 陆远泽被请出门 瞧见郑国公府抬来的牌匾 面色铁青 骂的 郑国公府这群疯子 不会真的这魔疯送好人牌匾吧 大家同朝未官 还要不要脸面 快掀开红筹看看 送的什么牌匾 有好事者大声喊道 陆大人快掀红筹呀 陆大人 看看人家谢你什么 陆远泽在众人催促下 掀开红筹 硕大的好人牌匾暴露在众人眼前 好人牌匾 陆大人 这是做什么好事了 竟惹得镇国公府送牌匾 众人猜疑不定 心头越发好奇 可陆远泽一副受到侮辱似的绝口不提 他哪里不明白 这是谢自己和黎智恩 他拳头紧握 不要脸的镇国公府 全家老小 都是疯子 偏生 他惹不起 第212章 朝朝上学 镇国公老神在在地 将手背在身后 身藏公语名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就不要脸 咋低了 镇国公半只脚都进了棺材 他还要傻脸啊 荣澈匆忙跑出来 便见到老父亲得意的姿态 爹啊 你做什么了 荣澈一脸猛逼 给陆远泽发好人牌匾啊 谢他和黎智恩 他不和黎 哪有咱家的机会 瞧瞧他家鸡飞狗跳的样子 则 等许氏那几个孩子有出血 他更后悔呢 儿啊 你再奴把力吧 周岁35 虚岁36 毛37 晃一下就40岁 40岁的老男人 镇国公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荣澈脚下一软 差点摔血堆里 爹 你这一晃 就给我晃掉五年 你替我活了吗 我35啊 咋就40了 甭管晃不晃 云娘那里咋样啊 荣家今年有望娶上媳妇吗 云娘有啥要求吗 上门的话 需要我和你娘 一起嫁过来部 镇国公眼巴巴地盼主 荣澈 竟不知说什么好 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 咋生了 你这个憨糊 镇国公劈头盖脸 就垂他一拳 笨死了 爹你不来府里坐坐 荣澈见他要走 急忙问道 镇国公嫌弃得翻白眼 媳妇没有 孙子没有 我来看你什么 你就一个嘴巴 两个眼睛 还能长出朵花来 嘴巴甜点 勤快点 殷勤点 别信那些君子远刨出的鬼东西 镇国公挥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荣澈悠悠地叹了口气 二月初 荣澈连夜将陆家重新修缮完毕 许是原先的寝屋 死过人 便重新改到了荣澈隔壁 唉 他这点暗戳戳的小心思 两个院子 只隔一堵墙 墙上还有个小门 荣澈都快笑咧嘴 四舍五入 他这算不算与云娘共处一室了 就只有一堵墙呢 云娘 这是墙上小门的钥匙 荣澈脸颊发红 欢喜的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 谢谢彻哥 带验书考完会试 必定亲自验请彻哥 再有机日 便是会试 许是这段时日一直操心此事 不用谢 荣澈很开心 云娘能将事情交给他 说明莫拿他当外人 许是重新搬回家中 陆验书已经在准备考试 最让他头疼的 二月 陆朝朝该上学了 二月初一 许是将陆昭昭从被窝里拖出来 陆昭昭睡得脸颊通红 浓密的睫毛紧闭 抱着颈背不肯松开 不想上学 乌乌乌 不想上学 娘 昭昭真的不想上学 乖宝 每日只上半天呢 中间还发点心 午膳吃完就回家 陛下为了你 专门在果子间开了个小小班呢 里边都是几岁的娃娃 给你做陪毒 听说厨子很擅长做美食 陆昭昭睁开眼睛 眼神隐隐心动 我先试三天 好好好 许诗也不管几天 只要能把人哄进书院就行 陆昭昭换上衣裳 许诗还给他做了个小包包 包包上绣着个粉雕玉琢的奶娃娃 俨然是陆昭昭的翻版 小小的娃娃背着包 正式开启上学路 御书和御琴依旧陪读 临出门前 陆昭昭提醒追风 追风 不要睡懒觉 该起来了 他上学 狗都别想睡懒觉 轩平帝为了让他融入小小班 这个班全都是从京城世家招来的孩童 最大的不超过五岁 最小的便是两岁陆昭昭 国子间门口热闹非凡 因着新开的小小班 门口哭闹的孩童无数 国子间的学子们 瞧见这一幕 脑瓜子嗡嗡的 为了将就昭阳公主 陛下真是费尽心思 说不得 那可是陛下的心窝窝 众人急忙制止 刚说完 便有人道 昭阳公主的叫念到了 许多人只听说过昭阳公主的名声 并未见过真人 陛下宠溺的厉害 估摸着 也是个骄纵的主 陛下还让元首府亲自教她 众人艳羡不已 开蒙便是元首府 羡慕哭了 他们能得到元首府指点 都是祖坟冒清烟 叫碾停下 所有人目光灼灼地看过去 一双稚嫩的小肉手掀开帘子 露出圆润可爱的肉嘟嘟脸颊 扎着两个小啾啾 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小裙子 眼珠子圆溜溜的 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 真可爱 不知谁嘀咕一句 这几日暴雪 小丝不断清理 青石板上依旧铺着一层厚厚的鸡血 昭阳公主不等叫脸停吻 自己个儿便从轿子上跳下来 八鸡 一个倒栽 直接把脑袋插血的脸 小脚立在半空中 使劲儿蹬 也蹬不出来 众人一愣 随即轰地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乃是什么骄纵小公主 逗逼小奶娃还差不多 旋即穿急忙将她拎出来 慌忙解释 这次我可莫笑 陆朝朝头上脸上全是血 气冲冲地双手插腰 谁笑了 谁笑的 大家憋着满脸笑 无辜地移开毛子 脸颊憋得通红 牙齿紧咬 双手插腰 气哼哼地走进国子间 国子间内皆是皇室和朝臣子嗣 皇商临家因灾款均得多 也破格录取 院内环境清幽 颇为雅致 四处都是朗朗读书生 睡觉应该很好睡 陆昭昭不有点评 书童引着陆朝朝一路往内走去 还未靠近 便能听到里边传来隐隐的哭声 年轻的夫子正满头大汗地哄孩子 刚把孩子哄好 孩子们眼里还挂着泪水呢 陆昭昭来了 朱夫子见路昭昭接受良好 偷偷擦了把汗 昭昭公主年岁最小 做第一排吧 当然 最主要的 所有人都是她的陪读 笑话 小小班是专门为她设置的萝卜坑 定点招生 只为招她一人 以后 我便是大家的夫子 可换我朱夫子 日常有我教授课业 首府大人会挪出时间来授课 原首府逃离满天下 机会不易 大家定要珍惜 朱夫子眉宇含笑 这群娃娃们 全都借着昭阳公主 成风而起了 整个北昭 哪个读书人 不想被首府大人指导 国子间的学生 眼睛都红了 能和昭阳公主做同窗 是他们的福浅 陆昭昭小手高高举起 昭阳公主有何疑问 朱夫子眼神期待 见他兴致勃勃 颇为好奇 陆昭昭一扭头 瞧现破涕未笑的小童窗们 便大声道 你们的爹娘 不要你们了 以后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夫子还要打手手 谁若不听话 手手都要打开花 可怜可怜了 此话一出 全场嚎啕大哭 哭得惊天动地 朱夫子 不 和昭阳公主做同窗 也许是你们的结 第213章 不服 朱夫子很头痛 年岁最小 最可爱 最软萌的昭阳公主 好像是个刺头 最可怕的是 她并不是特意针对你 因为她说的实话 直白的头痛 进学第一日 便是开懵 朱夫子带着小小孩童们 三拜恐圣人 已是今后尊师重道 接下来 夫子便带着孩子们 拜恐圣人 抬手作一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孩子们稚嫩地拜道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声音稚嫩 可铿锵有力 里程 陆昭昭站在未首的位置 不由也被分为感染 小家伙面上多了一丝严肃 袁首府微微点头 生我者父母 叫我者夫子 一拜师 二拜师 三拜师 礼毕 书童抬来厚重的大鼓 夫子道 击鼓明智 打声音越响亮 说明志向越远大 信心越坚定 慕名耳聪 毛色顿开 剑弓立业 夫子将鼓锤递给路招招 夫子顿了顿 公主 你能拔出昭阳剑 力气齐大 您 可以轻点 以他的力气 足以把鼓打穿 陆昭昭哦了一声 陆昭昭手拿鼓锤 敲响第一声 孩子们依次上前击鼓 眼神逐渐坚定 接下来便是朱砂开掷 元首府用毛笔 沾朱砂 在陆昭昭额头正中 点上红掷 眼明 心明 开掷 愿你在今后的学业中 一点就通 所有孩子眉心一抹红掷 带一通开蒙流程下来 时间已经过半 回到课堂 夫子便开始教授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敬 席向远 朱夫子摇着脑袋 待念完 便开始给孩子们讲住戒 小家伙们听得似懂非懂 陆昭昭晃悠悠地举起小手 朱夫子脑瓜子秃秃的 朝阳公主 可有疑问 陆朝昭乖乖巧巧坐在凳子上 声音软软默默 带着股稚气 这让夫子心头微松 夫子 该发小饼干了 小手乖乖地放在桌上 期待地仰着头 眼神亮晶晶地 看着朱夫子 朱夫子猛地捂住胸口 陆昭昭狐疑地看着他 皇帝爹爹不会骗人吧 说好的 中间要发小点心呀 朱夫子一口气卡在喉咙 上不去下不来 更可怕的是 所有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他 夫子 小点心呢 夫子深呼吸 平息情绪 将背下的点心端过来 书童都快憋不住 陆昭昭如愿吃上小点心 一双眸子亮晶晶的 皇帝爹爹默骗我一言 国子间的点心真好吃 明儿还来 最让他开心的 午膳也超好吃 咱书院的午饭 何时变得这么美味 我吃着 比宫里的御膳都好吃 国子间的学生 非富极贵 平日里都由家丁送午膳 今儿 却一窝蜂式地涌向膳房 有人朝着陆昭招担了奴嘴 还不是喂两那一位 这些师傅 都是从御膳房选出来的佼佼者 还有一部分从天南地北寻来的 陆昭昭抱着碗 埋头苦吃 元首府的孙子圆满给陆昭昭加菜 昭昭 多吃点 祖父今天莫凶你吧 陆昭昭摇头 你祖父非要我拜师 当什么 什么关门的弟子 他自己不会关门吗 非要我关门 陆昭昭腮帮子上沾着饭 气得很咬一口肉肉 扑 圆满差点将饭喷出来 祖父 要认你当关门弟子 天呐 昭昭 祖父竟然真的认你 做关门弟子 昭昭 关门弟子 不是让你关门的意思 圆满兴奋的小脸通红 善堂呢 众人无意听得关门弟子 皆是一愣 首府大人 竟要收录 昭昭为关门弟子 元首府瞎眼了吗 即便他是公主 可收一个两岁幼儿 为关门弟子 未免太惯戏 首府竟然也未强权 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说说 你们不如他吗 不如一个两岁幼儿吗 一个小少年 指着陆朝昭 众人沉默 只有陆朝昭 慢条丝里地啃着鸡腿 小脸上满是油 谁要谁拿去 不稀罕 陆朝朝 诺诺诺道 哼 可笑 除了昭阳公主的身份 他哪里配得上 首府的关门弟子 小少年气得要哭 若是输给陆燕书 也就罢了 他才两岁 只怕名字都不会写 三字经都不会背 你们甘心 小少年说的 众人隐隐不服 当初听说 元首府要收关门弟子 所有学生 卯足尽努力 只为次次考第一 只为入首府的眼 小少年气红了眼睛 他大哥与陆燕书 不相上下 此次会是 亦是陆燕书戒缘 而大哥紧随其后 谁知道 关门弟子 落在两岁的 昭阳公主身上 陆燕书不知何时 走进善堂 我不如昭昭 你们若不服 可循昭昭比一比 陆燕书神色淡然 穿着一身青衫 朝着陆昭昭露出笑容 大哥哥 大哥哥 不是要考试了吗 陆昭昭扑进大哥怀里 手上还紧钻着鸡腿 还有三日考试 大哥来瞧 昭昭有没有逃学 陆燕书瞥了他一眼 要不是小点心好吃 我早跑了 午饭也好吃 不想上学 可是 想吃这里的点心和午饭 不得不说 皇帝抓住他命门了 陆昭昭时时刻刻数着时间 提醒夫子发点心 众位学子 瞧见陆燕书 面色尴尬 纷纷起身喊着 陆兄 陆兄还有三日会试 预祝陆兄缠工折柜金榜提名 众人纷纷拱手 众人对于陆燕书的才学 有目共读 皆是幸福的 他瘫痪十年 连家中书本都扔得干干净净 依旧能夺得戒缘 可见 年仅八岁的他 本就拥有争夺戒缘的能力 陆兄 你方才说 比一比 我们 于两岁的昭阳公主 众人指了指自己 再看向陆昭昭 这不是欺负人吗 他们虽不服 可不至于 脸都不要啊 元首府站在门外 神色淡然 比 我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元首府并不愿打击学生 可他们自取其辱 那便自作孽了 正好 打压打压他们的傲气 请祭九和思叶做裁判 第214章 过目不忘 陆昭昭茫然地站在师兄们对面 师兄们一大群 陆昭昭指一人 这对比 谁见谁流泪 一群师兄 与两岁的小师妹比试 不太好吧 要不 咱们挑一个就成 众人心里嘀咕 到时候 昭阳公主输了 不会哭鼻子吧 到时候 皇帝发怒 他们都讨不到好 皇帝为了让公主上学 煞费苦心啊 陆昭昭乖乖地坐在凳子上 你们一起上吧 我要回家喝奶了 众人更心塞 还是个喝奶的娃娃呢 元首府瞥了陆昭昭一眼 他原先 只想报答陆昭昭救孙子的恩情 可真正见识到陆昭昭的天赋 他却上了心 这是他所有弟子中 最聪慧的一个 比什么呢 他恐怕连三字经都莫学过 学生们不知如何是好 陆昭昭缓缓举起小手 我学过了 小小的娃娃坐在凳子上 摇头晃脑的 人之初 性本善 欲不拙 不成器 三光者 日月星 小家伙嘟囔着嘴 摇着脑袋 夫子今天只交到这里 后面不知道了 陆昭昭双手摆着 头上的小舅舅晃来晃去 朱夫子震惊地看着他 我 我没交 我还没交呢 只念给他们听 让他们熟悉熟悉 只念了一遍 朱夫子诧异地叫出声 众位学生面面相去 陆兄 你在家教他背三字经了吧 有个铜窗打去 陆昭书笑而不语 就考四书五经吧 招招两岁 事意还未曾学过 你们先背 招招再背如何 陆昭书 看向铜窗好友们 他们沉饮片刻 点头应下 一路凶说的半 已经参加会试的少年们 并未参与 赢了 输了 对他们来说 都不光彩 只安心准备会试 才是正经 第一轮 派出的是个假班弟子 已经取得秀才功名 十三岁的秀才 若不是陆昭书 他也是名阳京城的小天才 你且听好 你会三字经 我就被三字经与你听 我四岁学三字经 只花了一天时间背诵 众人哗然 我花了三天 实在愚钝 我花了两天 有人问陆昭书 陆兄 你花了多久 陆昭书浅笑着道 三遍 众人酸溜溜的 小少年抿了抿唇 他哥哥念了六遍 小秀才双手背在身后 统共半个时辰 便毫无科盼地背诵全文 陆昭昭学住他的目光 一字一顿 连他停留的顺序 都一模一样 毫无科盼 背诵全文 众人面目惊奇 陆兄 你家启蒙这般早 两岁的孩童 竟学完了三字经 且全文背诵 两岁啊 难怪敢送来书院 唯独小秀才怀疑地 看向陆昭昭 是他的错觉吗 他 当时喉咙有点痒 背到头悬梁追刺古时 念错一个字 只是大家听得并不真切 可陆昭昭 也念错了 他真是提前学的吗 小秀才眉头紧锁 不可能吧 哈 总不能是现场学的吧 哈 不可能 小秀才站在角落 一语不发 紧拧着唇 观察着陆昭昭 陆元霄 靠着陆朝昭的身份 也入了国子见 李思琦一脸气愤 这魔多师兄 欺负昭昭一人 你不怕妹妹哭 你还笑 陆元霄摸了摸脸 我笑了吗 嘿嘿 挺好的 终于不是我一个人受打击 陆元霄笑得极其开心 深藏功与名 下一个是谁啊 陆昭昭乖乖地问道 哟 小家伙还催上了 众人笑着道 丝毫未将他放在眼里 招扬妹妹这般自信 便让大皇兄 来搓一搓你的锐气 大皇子眉宇扬着几分傲气 陆昭书有没有教你论语 陆昭昭摇头 大哥不曾教我念书 大皇兄 三字经 也不曾教过 呦呦呦 这是会非娘娘抱养的娃娃啊 陆昭书眼皮子一跳 大皇子在国子见学问极好 没有太子时 他当年的呼声最高 差点立位储君 只不过 会非似乎并不愿他留恋权势 闲来无事 本宫曾全文背诵论语 统共二十篇 一万六千字 招扬妹妹 听好了 子曰 雪儿时席之 不义说乎 有彭字远方来 不义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义君子乎 大皇子单手负于身后 陈映道 大皇子 几次三番 想要败入首府门下 但都被首府拒绝 论语全文 对于孩子来说 声色绕口 恐怕听都听不明白 此刻 陈昭昏欲睡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抬都抬不起来 大皇子唇角轻钩 梅雨一出一丝满意 半个时辰后 招扬公主 该你了 大皇子看向元首府 首府神色淡淡 好似对陈昭昭极有信心 陈昭昭睡眼惺忽地揉了揉眼睛 大皇子背完了吗 大皇子不屑地瞥他一眼 自然背完 招扬公主输了 可不要哭鼻子 陈昭昭惊地看着他 骄 我大哥从不教我 他说 教我很挫败 再说 为食魔要哭鼻子 这还需要学吗 陈昭昭很是惊讶 他面上的震惊不似作为 二十篇 一万六千字而已 他站起身 打了个哈欠 子虞 雪儿时席之 不亦说乎 小家伙声音带着奶气 可随着他一句句被出 众人面上的笑意 缓缓凝固 稚嫩的嗓音响起 众人面上 神色变得凝重 寂静 全场诡异的寂静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两岁娃娃 一字不差地背诵全文 待他声音停止 所有人只剩深深的沉默 大皇子更是指着他 指尖发颤 你 你 两岁 他才两岁 众人惊悚地看着他 甚至还有人震惊地喊道 我学习十年 至今不曾背诵全文 我也不曾 我 我也不曾 眼神恍惚 好似受到巨大的打击 陆某交不了朝朝 我这点东西 不够他学 陆燕书语气真诚 外界换他天才 可在朝朝面前 小巫见大巫 若旁人心性不够坚定 他的天赋 足以摧毁所有人的信念 所有的坚持和苦学 在他面前 毫无意义 他的过目不忘 仅仅是其中一部分 他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造物主将世间最优秀的一面 尽数给了他 大皇子唇角精密 眼神犀利 带着一丝惶恐 他心面微动 突地问道 朝阳妹妹 你学过论语 陆昭昭点头 学过 刚刚跟你学的 第215章 气哭师兄们 你说什么 大皇子声音拔高 陆昭昭掏了掏耳朵 脑子不好使 耳朵也不好使嘛 方才跟你学的呀 三字经 刚刚小哥哥教的 论语 你教的 你们念完 我就记住了 陆昭昭一脸无语 这不是有耳朵有脑子 听一听就会的东西吗 小家伙茫然且理所应当的表情 让人 惊呆 你 是现场学的 说话的声音尖利 好似被人卡住了咽喉 是啊 现学现背啊 你们不是这样吗 他惊讶地问道 魏师魔不这样 是因为不喜欢吗 他好奇地仰起头问大家 大皇子捂着心口 猛地后退一步 魏师魔 魏师魔要给他报击 那是我们不喜欢不想要吗 旁边的书生都快哭了 那是我们求之不得呀 昭昭抓了抓头上的咎咎 很是不解 他 他过目不忘 大皇子语气惊疑不定 面上满是震撼 传说中的过目不忘 竟是真的 元首府缓缓点头 昭昭生来过目不忘 不信 你们可寻杂书 来试试 众人惊愕地看着他 两岁的小土豆 竟然是个天才 比起陆燕书 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夫子跑得比谁都快 比谁都积极 他从藏书阁 寻来一册佛经 昭昭 这册金刚经由夫子念 你来即可好 诸夫子兴致勃勃 陆昭昭点点头 虽然有些无趣 但是 算了 由着你们吧 语气宠溺 因为他发现 师兄们眼含热泪 快要哭了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社会国之术 给孤独员 诸夫子有意考他 语气极快 众人有意较量 纷纷凝神铭记 可随着夫子语速 越来越快 众人跟得越发勉强 待诸夫子念完 书生们有些迷茫 我只记住十来句 百多字罢了 勉强记住三四百字 惭愧 我只有九句 陆兄 你记住多少 有人问陆彦书 陆彦书八岁的秀才 乃是公认的秀才 三分之一 陆彦书声音淡淡 场中再次响起陆昭昭的声音 有一丝停顿 毫无可判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证明了他绝佳的天赋 金刚经原文五千字 他只需一遍 他竟然只需要一遍 有个书生当场痛哭出声 他将怀中的书丝的粉碎 五千字 只需一遍啊 我等寒窗苦读十年 竟不如两岁这儿 他的天赋 足以打败在场所有人 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到底有什么意义 书生又哭又笑 当场气到崩溃 咱们所有人 学习四书五经 花了多少年 尚且还不能完全背诵 而他呢 只需要听一遍 就能刻在心头 上天不公 上天不公啊 心态 直接崩了 书生直接哭着出了国子健 他天资平平 家世又一般 刻苦钻研 才爬上甲班 但因资质 一直跟得极其艰难 上个月考试 从甲班掉到乙班 心态本就在崩溃的边缘 陆燕书给招招解释 陆招招趴在哥哥肩头 大哥 我好像把师兄们气哭了 果然 在场不少师兄 眼眶发红 我从三岁读书 筷子都拿不稳 便开始拿笔 自以为能靠情面 拉低天赋的差距 到底 是我想多了 众人失魂落魄 陆招招一人 玩虐全场 袁首府眉眼一条 我收招招为关门弟子 不曾告知你们 并不是为了保护他 恰恰是为了保护你们 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书生们低着头 神情奄奄的 好似满身傲骨 都被陆招招碾碎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小瞧你的对手 即使对方瞧着纯善无害 也有可能将你们粉身碎骨 袁首府声音微沉 输给招招 紧紧面子过不去 但走出国子剑 输给你的对手 那便是灭顶之灾 袁首府语气极重 他们对于招招的轻视 便注定他们的失败 陆燕书也不管同窗门的情绪 抱着招招便走出国子剑 陆元霄喜滋滋地跟在身后 哎哟 终于不是我一个人受打击了 大哥 我若是记住所有文章 可不可以不上学呀 陆招招心里打着小算盘 招招 记住文章 只是基础 你还要懂得其中含义 我懂我懂 我都懂 大哥不信考考我 陆朝朝气哼哼道 什么叫千莫交通 鸡犬向文 陆招招想了想 出自桃花源记 意思是 鸡和狗互相闻来闻去 对不对 陆招招一脸兴奋 陆燕书脚步一顿 算了 你还是认真上学吧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分 到底年岁小 只懂字面上的意思 陆招招甚是遗憾 马车还未进家门 突得 便被小厮拦住 快快快 先去许家 许家老夫人突然病重 说是不行了 快 随我回许家 外祖母病重 突得起不来床 许氏浑身发软 灯枝扶着她出门 许氏红着眼睛 声音发颤 一边走 一边系披风 太医已经赶过去 也不知如何了 怎会这样 咱离开前 还好好的 陆元宵失声喊道 原书中 陆锦瑶满月九十 许家被栽赃下狱 最后 大舅舅一人顶下罪责处斩 祖母受不了刺激 在狱中病逝 我经常用丹药和增售符 给祖母调养身子 祖母本就寿源将近 再拖个两年 不曾问题 怎么突然病重 许氏红着眼睛咬牙切齿 陆远泽 也不知她发什么疯 竟突然求见老太太 将母亲气得生生昏倒 先去看看祖母 众人直接爬上马车 往许家赶去 陆昭昭还未走到许家门外 心头便咯噔一声 哎呀 门前死气萦绕 祖母怕事不好 听得陆潮潮心声 众人皆是心头发沉 马车还未停稳 速来冷静的陆燕姝 直接冲下马车 挥舞着拳头 便朝着跪在门前的陆远泽砸去 你还来做什么 母亲被你害得不够吗 祖母被你害得还不够吗 碰 直接一拳砸上陆远泽的鼻梁 鲜红的鼻血 滴答滴答落在雪地 第216章 断气 陆远泽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陆燕姝突如其来的拳头 打得眼前犯晕 鼻血滴答滴答往下流 你现在跪在门前做什么 道貌黯然的虚伪东西 你不配 陆燕姝一拳一拳朝他脸上砸 许世金的头皮发麻 快去拦住大公子 登之慌忙喊道 虽说已经逐出族谱 可到底是生父 若是宣扬开来 只怕被世人所不容 小丝慌忙将陆燕姝拦住 陆远泽被打得鼻青脸肿 双手死死地按住鼻子 我是你父亲 他愤怒地看着陆燕姝 陆燕姝神情冷漠 父亲 你也配做父亲 西发妻血 拿发妻嫁壮养外事 我以你为耻 这般丢人现眼 败坏陆家门风 若祖父活着 恐怕会因你而抬不起头 连外族以血肉之躯拼出来的爵位 都能被夺 你真丢人 儿子的话 赐得陆远泽面红耳赤 陆燕姝从小敬重父亲 可陆远泽却 生生打碎他的幸福 即便被逐出家门 他顾念生父之恩 从来不曾恶语相向 但这一刻 他忍不住了 我若是你 一杯独酒自尽 好歹能为陆家 保留一丝颜面 你竟还有脸来许家 陆燕姝眉宇 露出一丝力气 陆远泽跪在许家大门前 家丁皆是怒目而是 云娘 我并不是有意欺云老太太的 我年少轻狂犯下的错 我只想给老太太解释一番 云娘 你信我 陆远泽听得云娘有意改嫁 哪里还坐得住 他将许诗云赶出家门 期待他过得不好 期待他过得郁郁寡欢 可他从未想过 许诗云过得如鱼得水 连带着三子一女 都越发长进 陆远泽哪里甘心 今儿喝了些酒 脑子不慎清醒 便来到许家门前求见 谁知 竟将老太太活活气晕 燕书 小时候我教你启蒙 我让你齐在肩头 咱们一家人 和和美美的幸福日子 你忘了吗 你娘若二嫁 有后爹 就会有后娘 哪里比得上亲生爹的好 我只是 求老太太原谅 陆燕书神色漠然 抱起妹妹 便往大门走去 你所谓的幸福 全都建立在欺骗上 凭什么要原谅你 再说 我们已经被化去族谱 你不是我爹 你想要的儿子 是陆景怀 你不是期待他 高中状元吗 咱们拭目以待 陆远泽面色铁青 他想拉陆元宵 可陆元宵猛地甩开他 跟着大哥跑了 云娘 你我十八年夫妻 你对我还有感情的对吗 陆远泽深情地看着许氏 他正想上前 突的 容彻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肩膀一撞 便将他猛地撞开 云娘 什么阿猫阿狗 也往你身边凑 容彻小气巴拉地说道 容将军 你这是何意 这是我的发妻 陆远泽瞧见这一幕 气红双眼 容彻认真提醒 请注意你的措辞 前妻 前妻 陆远泽指着他 咬牙切齿 容将军 你乃镇国公独子 难道 你要娶一个 生育三子一女的和力父吗 他嫁给我十八年 为我洗手做羹汤 为我 容彻听不得他贬低云娘 一拳打在他下巴上 他可不是陆彦书那种读书人 他直接将陆远泽 打得满嘴是血 牙齿都飞出去一颗 陆大人 嘴巴放干净点 云娘在我眼里 千好万好 我喜欢我乐意 你不珍惜 自有人珍惜 还为亲口谢过陆大人 将这般好的妻子 赶出家门 云娘 值得更好的 至于你的儿女 我会疼做亲生子女 绝不委屈他们 待我和云娘成婚 一定请前夫哥喝喜酒 容彻就是这抹小气 此话更是刺激的陆远泽 脑子发昏 只可惜 他如今连许家大门 都进不去 许一婷早已放话 但凡他靠近许家半步 便乱棍打死 许氏红着眼冲进房门 老太太一张脸煞白 躺在榻上出气多 静气少 娘 娘 许氏跪在床前 抓着老太太的手 不断落泪 前几日 老太太肤色红润 能吃能喝 今日便苍白的厉害 大嫂哭着落泪 老太太急气攻心 一口气没提上来 那丧尽天良的东西 她听得云娘府上出事 在荣将军家中住了一晚 她身上带着酒气 来了便跪在老太太面前认错 直言不同意云娘二嫁 想要与云娘再续前缘 老太太不同意 骂她狼心狗肺 欺骗云娘十八年 谁知她竟胡言乱语 大嫂嘴唇抿了抿 她说 贼人冲进家中 云娘一个喝离腹 不知遭受了什么 竟往云娘身上泼脏水 还骂云娘破鞋 荣将军捡她不要的破鞋 老太太一听 当场暴怒 我要杀那个狗砸碎 许三爷清金乍现 压不住火气 你别添乱 先看看老太太吧 三夫人拉着三爷 老太太瞧着不太好 只怕身边离不得人 太医摇着头 老太太这几年身子本就不好 这回气急攻心 只怕 太医甚至觉得 撑不过今日 她如今只能用百年老曾 强行调着老太太的命 娘 是女儿的错 都是女儿害了你 许是一巴掌一巴掌 打在自己脸上 转瞬间 便面夹亲子 陆嫁几个孩子 更是紧咬嘴皮 嘴角都溢出鲜血 陆昭昭抿了抿唇 趁着众人不注意 连丫鬟都磨呆 一个人偷跑出门 陆远泽正眼巴巴地 守在门外 昭昭 你还向着爹对不对 陆远泽面露西击 陆昭昭 瞥他一眼 偷偷看了眼天 将陆远泽 拉到梧桐树下 你为食魔 要气外祖母 小家伙 脸颊鼓囊囊的 我没想气他 是他小心 气性大 我不信 陆昭昭眨巴眨巴眼睛 陆远泽有心哄他 当即到 我愿用二十年寿命 换你外祖母 平安健康 话音刚落 陆朝朝小手 朝半空中一抓 小拳头紧紧攥着什么 大眼睛亮晶晶的 第217章 不要乱发誓 陆远泽这一刻 猛地晕眩 只觉心跳加速 眼前发晕 心头不住地 想要干呕犯恶心 他死死地扶着树 一张脸白得可怕 好似有什么东西 从他身体脱离 陆昭 昭朝着老太太的方向 手一松 腹内 突然爆发出一道欢喜声 玉叔急匆匆跑出来 眼角还带着泪花呢 小小姐 老太太方才断气了 可不知为何 徒弟活过来了 太医都说是奇迹 明明眼睁睁看着瞳孔涣 身上发凉 呼吸断绝的 真奇怪 这会儿老太太都能坐起身了 玉叔兴奋地直跺脚 这会儿许家开开辞祭祖 感谢祖宗保佑呢 陆远则扶着树 一张脸发白 只觉喉咙发色 十 什么时候好转的 他白着脸惊慌问道 玉叔不带现他 但此刻心情好 不由道 就方才啊 一盏茶的功夫 都是迷信 全都是迷信了 陆昭昭朝着他白手 但还是谢谢你了 他一都说不行 都断气了 居然活过来了 谢谢你 陆昭昭真诚地感谢 你这十年 够老太太活了 陆远则心头慌得不行 可此刻他浑身软得厉害 只能眼睁睁看着陆昭昭离开 陆远则留在原地 怀疑人生 许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 奇怪 你这脉象 怎么变得蓬勃有力 比之前更硬朗了 太医百思不得其解 脉象奇特 接下来三天 老夫每日来把麦子 太医很震惊 嘿嘿 换了扎爹十年寿元 给外祖母 天道 你不许劈我哟 你听到了 是他自己开口的 不是招招抢求他 他自愿给的 而且 扎爹给了二十年 你还收了十年好处呢 我外祖母就得了十年 陆朝朝贼兮兮的望天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 深怕天道劈他 贿赂天道 他是有经验的 几个舅舅听得陆招招心声 神情一顿 是招招 许氏抱着招招喜极而泣 陆燕书鸡人也不自觉 围在招招身边 等着天雷劈下来 替妹妹挡一挡 嘿嘿 天道有眼 竟然没劈我 陆昭朝得意的小尾巴翘起来 更让太医惊奇的是 他前脚刚出门 后脚就被陆宅请走 陆远择磨了忠勇后爵位 但太医念旧情 便顺道去了一趟 哎呀 今儿这脉象怎 如此奇怪 太医陷入深深的怀疑中 徐家老太太 生机断绝 随后又恢复呼吸 脉象变得蓬勃有力 再活十年不曾问题 陆大人这脉象 明明正直壮年 怎脉象如此虚弱 彭腐老了十岁似的 太医随口打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这十年贴不给老太太了吗 陆远择剧烈咳嗽起来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陆远择慌得怀疑人生 陆大人可要好好养身子 您这颗牙齿 只能以金属镶嵌了 太医知晓他和许家的纠葛 也不曾多待 很快离开 陆远择心慌意乱 换来陪氏 你说护国四方账何时回京 陪氏知晓他又去寻许家 面色不好看 直冷淡倒 夏月回京 他将衣经往上提了提 挡住脖子的红痕 你这是又去挽回他了 还被打得鼻青脸肿 陪氏现他面上狼狈 忍不住开口嘲讽 曾经自诩真爱 如今也只剩一地鸡毛 啪 陆远择一巴掌扇在裴氏脸上 眼中满是憎恶 若不是你算计我 我们和和美美 一家人 怎会闹得妻离子散 陆远择很怀念曾经的侯府 许氏将家中打理得极好 如今 算计 当初可是你爬上我的床 你不是说 许氏云是你养的一条狗吗 赵之急来挥之急去 现在怎么要挽回了 哈哈 陆远择 这是你的报应 陪氏气得冲出房门 直接去了小佛堂 自从许氏合离 府上便满地鸡毛 并未过上陪氏想象中的生活 反倒灰溜溜离开的许氏 成了陆远则心头白月光 就像永远也抹不去的蚊子血 此刻 许氏依偎在老太太身前 老太太之前 面色轻子 吓得她方寸大乱 这回她捏着老太太手掌 指甲红润 带着温暖 贴在脸颊 无比幸福 太医都说无事 别担心 你与荣将军 不要有顾虑 我瞧着荣将军是真心的 老太太知道 女儿在犹豫 娘啊 只希望你这辈子能过得好 娘就算走 也走得安心 老太太拍了拍她的手 许氏耳朵微红 娘不走 娘还要再活十年呢 许氏偷笑 陆远则换寿十年 她是万万莫想到的 等 等燕书考完试再说吧 许氏看了眼荣澈 荣澈听得此话 欢喜得接接把爸说不出话来 高兴地给老太太 磕了几个响头 燕书即将会试 耽误不得 赶紧回去吧 我这身子鼓好着呢 老太太觉得 她现在浑身有始不完的力气 夜里 许氏带着儿女们回府 陆燕书已经在备考 早早回院歇歇 第一日上学 今日感受如何 许氏问潮招 招招双手捧着奶壶 课后点心很好吃 午膳也好吃 就是童窗们爱哭 爱哭 许氏一愣 对啊 他们读书好奇怪哦 他们竟然不是边听边记言 听一遍都记不住 陆昭昭嫌弃地摇头 门口的陆元霄悠悠道 你在书院被打 我是可以理解的 他聪慧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把这种聪慧 当作人人都有 二月初九 会是第一日 天不见让许氏便起床拜菩萨 求菩萨保佑一切平安 今日的国子健气氛也极其紧绷 所有人都惦记着春围 而入昭昭 刚进门便听得有人大言不惭道 昭阳公主算什么聪慧 锦瑶妹妹才是真聪慧 锦瑶明明也是她父亲的女儿 昭阳公主 却连锦瑶都容不下 真是恶毒无比 说话之人 是个五六岁的男童 眉宇间满少气 可见身份不俗 这是谁 陆昭朝问道 玄迹川回道 他呀 昨日才回京 你只上了半天学 不曾见到他 他父亲是陛下胞弟靖南王 常年在封殿 不曾回京 今年太后大寿 才得赵回京 第218章 打架 他叫谢玉周 今年六岁 是个小霸王 昨日回宫 便将六皇子打哭 靖西王都舍不得斥责一句 太后统共生育两子一女 大女儿常公主 长子是陛下 小儿子是靖西王 靖西王常年在封地 年轻时候 为宣平帝挡过一刀 陛下 对他颇为偏爱 昨日回京 声势浩大 你是莫乔剑 玄迹川翻了个白眼 路昭昭推门而入 谢玉周下把围台 他在宫中太后都叫他心丹 连皇子都不能与他相比 你就是陆昭昭 他语气骄纵 神色间颇为不屑 本世子两年莫进京 你进成了公主 真是稀奇 陆昭昭好心提醒 你回京 我也是公主 谢玉周鼻子轻横 穿着雍容华贵 一看便是宠妮长大的 你已经是公主 为何还要欺负景瑶 景瑶妹妹都没有容身之处了 他气横横的模样 瞧着静与陆景瑶相识 难道 不是因为他娘当外侍 见不得光 才没有容身之处吗 陆昭昭年纪虽小 可嘴皮子极其利索 既然没有容身之处 你接回家呗 他算我哪门子妹妹 你爹的外侍子 你也称作弟弟妹妹吗 陆昭昭笑眯眯地反问 你 谢宇舟气得面色通红 牙尖嘴利 没有景瑶妹妹半点乖巧 他气得瞪圆了眼睛 难怪你爹不要你 难怪你爹将你们扫地出门 定是你太过粗鄙 你娘没有交好 陆昭昭面上笑容微收 语气有几分重 你再说我娘 我不要打你了 谢宇舟一脸嘲弄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谢宇舟一脸傲然 黄伯伯最疼我 就连皇子 都不敢与我相比 你不过是个义女 你又算什么东西 真以为多受宠吗 本世子不只敢骂你娘 便是揍你一顿 谁也不敢吭声 陆昭昭瞥了他一眼 走近几分 对着他 低声不知说了句什么 仅仅一句话 便将谢宇舟气得暴怒 当场失控 你 你 我绝不饶你 谢宇舟举着拳头 便要揍他 陆朝朝才不怕他 像个小牛犊子似的 上前将谢宇舟撞翻在地 直接将谢宇舟撞到桌角上 额头出现一丝轻肿 小家伙好歹顾念着皇帝跌跌脸面 哎呦 谢宇舟脑门正好撞桌角 小书童瞧见世子挨打 吓得心惊肉跳 慌忙朝门外狂奔 你你 你敢打我 你活腻了 谢宇舟本就生得粗壮 平日里霸道惯了 此刻在众人面前丢脸 直接恼羞成怒 你若跪下给我当马骑 本世子就原谅你 陆朝朝眼中犯着狠意 当马 他生得哀笑 可他力气大 一拳头打在谢宇舟肚子上 痛得谢宇舟熬得惨叫一声 哦 直接打得谢宇舟干呕不止 来人啊 给我打 打死他 黄伯伯那里本世子顶着 他带来的奴仆 见两人互殴 哪里敢动手 一个是昭阳公主 一个是小世子 你们还不动手 黄伯伯还能为了个外人斥责我吗 此话一出 奴仆纷纷上前 玉书也来了火气 欺负谁莫待人吗 给我上 丫鬟奴仆加入战局 煞食乱作一团 诸夫子吓得面色大变 快停下 快停下 全都停下 诸夫子从未陷过 这般混乱的战局 最可怕的是 陆昭昭人员极好 元首府唯一的孙子 圆满上前拉架 他死死攥住谢宇舟的左手 小世子息怒啊 世子爷息怒啊 首富之孙林艳阳 攥住对方右手 世子爷息怒 世子爷别打了 还有各家小子 上前攥住他的腿 硬拉着谢宇舟挨了好几巴掌 院长来了 院长来了 众人大声喊道 但院长带着人匆匆赶来 两边脸上都挂了彩 谢宇舟咬着牙 一副凶狠的模样 院长瞧见满是狼藉 眼前一黑 请家长 院长大声喊道 请就请 带我父王前来 并要你好看 谢宇舟呲牙咧嘴 脸上都生生抠出好几个指甲印 陆昭昭苦兮兮地看着院长 真的要请家长吗 我才上学三天 娘会生气的 所有人都请 院长悄悄瞪他一眼 陆燕书是院长最欣赏的学生 自然与陆昭昭熟悉 怕了吧 你若跪下求饶雪狗叫 哄得开心 我便饶你 谢宇舟神色颇为得意 你外祖虽为太妇 可早已致逝 你母亲一个何离妇人 莫要自取其辱 此刻 许氏被请到国子剑 听得陆昭昭在国子剑打架 许氏主急忙慌便来了国子剑 昭昭 可有受伤 许氏一进门 便直奔昭昭 陆昭昭头发散乱 小九九软啪啪地倒在头上 虽然狼狈 但身上没有一丝伤 娘 我没有受伤 话音刚落 门外便响起一道怒骂声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竟敢伤我耳 男儿的脸面多重要 谁这般狠心 竟抓了你的脸 华美妇人捏着手绢 哭着进门 瞧见谢宇舟如此模样 心痛万分 静熙王妃 众人纷纷献礼 昭阳公主 你好大的胆子 我儿如何得罪于你 你竟这般心狠手辣 便是陛下宠你 今日 我也定不饶恕 静熙王妃 抚着儿子的脸 一脸心疼 许是一个和离妇人 昭阳公主即便受宠 陛下还能为了个义女 为难欲舟吗 第219章 昭昭小绿茶 静熙王妻妾无数 府上数子 庶女众多 而静熙王妃 连生三个女儿 最小的儿子 才是嫡子 平日里宠溺万分 在封地 便是小皇帝般的存在 哪里受过这等窝囊气 王妃心疼地 摸了摸儿子的脸 她怎能打脸 将来若影响娶妻 该如何是好 许是 你怎么管的孩子 小小年纪 便如此泼辣 将来如你一般 被男人嫌弃和离吗 静熙王妃在封地 无法无天惯了 此刻难掩怒气 许是面色一垮 路上丫鬟将此事 原由告诉她 她对女儿如今万分愧疚 万分心疼 我和离 与我女儿有何干系 许是不怕和离 可她见不得女儿受半点委屈 王妃未免有些口臭 说话如此恶心 许是面色难看 甚至煽动手掌 嫌恶地往后退 气得静熙王妃 神色大变 你放肆 她大声斥责 许是冷笑 妾身哪里放肆 都说二四母 果不其然 世子小小年纪口出恶言 原来像极了母亲 王妃不分是非非白 也不问缘由 上来便口出恶言 这便是王妃的教养吗 许是将昭昭护在身后 半点不惧静熙王妃 是她先骂人 也是她动手的 陆昭昭露出个小脑袋 世子年幼 童言无忌 又怎能算骂人呢 静熙王妃 极其互独子 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 哦 她六岁年幼 我两岁就是大人了 陆昭昭指了指自己 静熙王妃脸一黑 玉舟先动手 定是你辱骂她了 玉舟 告诉娘 她是不是辱骂你了 王妃看向儿子 谢玉舟紧拧着唇不说话 谢玉舟身后的小丝跳出来 原本世子并未打人 是昭阳公主说了什么 世子才动手的 陆昭 昭朝着她做了个鬼脸 你说啊 你说啊 我骂你了吗 骂你什么了 怎么不敢说啊 谢玉舟脸上满是纠结 看了看她娘 一语不发 她是不是威胁你 儿啊 你受什么委屈了 你说啊 王妃从未献过儿子这般 有口不敢言的模样 王爷请进 门外 小丝已经请来谢静熙 谢静熙比皇帝小几岁 但她生得不如皇帝俊美 宣平帝挑着父母好的长 身形高大 容貌俊俏 即便抛开身份 亦是个美男子 而静熙王 从小便平平无奇 静熙王眉头轻皱 不悦地看了眼路昭昭 你是皇兄收的义女 本王也算你名义上的长辈 你给玉舟认个错 此事就此作罢 昭阳 你看如何 王爷 您看她 将玉舟的脸挠成什么样了 王妃怨恨地瞪了眼路昭昭 我又没错 魏石魔要认错 陆昭昭双手环抱 她没错 是谢玉舟先辱骂娘亲的 冥顽不灵 静熙王一甩袖子 有些恼怒 玉舟 你来说 她是不是辱骂你 你才动手的 谢静熙神色威严 谢玉舟缩了缩脖子 她 她 她到底是辱骂我了吧 谢玉舟都快哭了 王妃眉宇高扬 许是 你还不承认 儿子 告诉她 昭阳公主 骂你什么了 谢玉舟面色煞白 已经隐隐有些退缩 母亲 算了吧 母亲 说 谢静熙 眉宇隐隐不耐 谢玉舟哭着道 她 她说我 谢玉舟扭扭捏捏 死活不愿开口 时不时偷看父亲一眼 你说 父王在此 父王给你撑腰 王妃认真地看着儿子 谢玉舟眼睛一闭 她说我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此话一出 满座街巾 路招招兮兮笑着 是啊 你和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你觉得是骂人吗 静熙王一张老脸铁青 胸口重重地起伏着 饶是王妃都变了脸色 谢静熙只觉得 自己是个小丑 被两个孩子捉弄的小丑 静熙王扭头就是一巴掌 直接将儿子扇得倒退好几步 嘴一脚都溢出血迹 最后莫站稳 跌坐在地 谢玉舟不敢哭出声 只捂着脸 偷偷落泪 你做什么 静熙王妃猛地尖叫一声 上前将儿子护住 儿啊 有没有伤到哪里 王妃急忙捧着儿子的脸 仔细查看 我做什么 这逆子 逆子 你听听他说什么 他说的是人话吗 静熙王此生 最恨旁人提及他的相貌 他本就不如哥哥姐姐出众 如今 连儿子都嫌弃他 长得像爹 竟是侮辱他嘛 孽障 孽障 你怎么教的孩子 让他分不清尊卑 竟敢嫌弃爹娘 谢静熙被儿子嫌弃 庞扶被当众掌国 打得他抬不起头来 他还小 他才六岁 他分不清是非 王妃抹着泪道 众人也不由打圆场 是啊 世子才六岁 他还不懂事 王爷息怒啊 世子刚入学 尚未懂事 王爷不避之气 孩子都是这般长大的 连院长也不由上前劝道 路招招眨巴眨巴眼睛 娘亲 世子说你坏话 我才两岁 就会替娘亲出气了 玉州哥哥六岁 怎么还嫌弃爹爹长的丑呢 静熙王怒气刚平息 煞时有了对比 当即暴怒 谢玉州 你给本王滚过来 父王 父王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谢玉州吓得瑟瑟发抖 躲在王妃背后绕圈子 路招招小心翼翼地劝着 王叔 你别打了 三岁看到老 玉州哥哥不听话 不如再生一个吧 生一个心疼你 喜欢你的孩子 狗不嫌家贫 子不嫌妇丑 玉州哥哥太不乖了 不像招招 别人说酿青 心里就难受 路招招嘟囔着 快快快 打他打他 打他这个嘴尖的狗东西 许是死死抿着唇 嘴角压都压不住 路朝招的乖巧 简直和谢玉州 形成鲜明对比 你看看 昭阳公主 人家才两岁 你呢 六岁都不懂事 你这个蠢父 孩子让你交成什么样了 靖西王暴怒 院长默默捂住路招招的嘴 天哪 越劝越暴怒 他都怕路招招 把靖西王劝死了 这熊孩子的嘴 怎这么厉害呢 第220章 踢到铁板 院长死死捂住路招招的嘴 火上浇油 你是有一套的 你都快劝得靖西王将笛子打死了 王妃抱着谢玉州落泪 靖西王面色轻子 一副气狠了的模样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路招招掰开院长的手 其实 也不怪玉州哥哥 上梁不正下梁湾 玉州哥哥才六岁 说不定 是听别人嫌弃的呢 他一边说 一边看向溺爱儿子的靖西王妃 靖西王牙关紧咬 他容貌平平 但正妻却取得花容月貌 两人站在一起 有着强烈的反差 难道 是王妃嫌他丑 此刻 靖西王妃浑身瘫软坐在地上 我没有 我没有 昭阳公主搬动是非 故意离间我们夫妻感情 靖西王妃眼神惶恐 多年夫妻 他知道王爷的心结 陆昭昭摆了摆手 王妃 您说的呀 我是小孩子 童言无忌了 昭昭开个玩笑呢 哼 你儿子骂我娘 是童言无忌 我也让你瞧瞧童言无忌的厉害 靖西王妃面色一黑 院长尴尬地捂住陆潮潮嘴 求你了 祖宗 闭嘴吧 靖西王回京第一日 就要夫妻合离吗 哼 谁还不是个熊孩子呢 孩子就能嘴贱 就能肆意伤害他人吗 刀子落自己身上 才知道疼 靖西王死死瞪着王妃 王妃此刻也不敢护儿子 谢玉舟都不敢哭出声 他只是辱骂路招招 怎么就牵连爹娘了呢 连爹娘都起了隔阂 靖西王怒气冲冲地出门 王妃慌忙追上去 王爷您听妾身解释 妾身从未嫌弃过您 妾身是冤枉的呀 众人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谢玉舟哭着指向陆潮潮道 本世子要告诉黄伯伯 要告诉黄祖母 定要治你的罪 你去呗 你去呗 看看到底谁治谁的罪 皇帝爹爹治我的罪 我就不当他女儿了 哼 谢玉舟哭得出了门 让人被车进宫 院长轻点陆潮潮鼻尖 昨夜玉舟世子回京 喜欢六皇子的配件 六皇子不愿给 被世子用艳态砸伤脑袋 他呀 宠坏了的 我不管他受不受宠 反正他不能欺辱我酿青 这是陆昭昭的底线 院长眉宇一出笑意 你是个好孩子 许氏与院长告辞 抱起昭昭出门 今儿吵吵闹闹 上午的课都结束了 谢谢昭昭保护娘亲 娘亲有昭昭很幸福 许氏郑重地向昭昭道谢 许氏和离后 承受了不少流言蜚语 但他从未想过 他的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他 昭昭有娘亲也很幸福呀 哼 他会告状 昭昭就不会告状吗 娘亲 我也要进宫 陆昭昭要亲自瞧瞧 皇帝爹爹帮谁 可要娘进宫帮你 许氏问道 陆昭昭摆摆手 小孩子的事情 小孩子自己解决 我有帮手练 陆昭昭有一肚子玉佩 打不赢就摇人呗 估摸着 能摇来皇帝半个朝堂 陆昭昭骑着追风便进宫 风风火火跑到昆明殿外 便听得谢玉州哭哭啼啼告状 皇祖母 玉州刚回京 就被人欺负 您要给玉州做主呀 玉州只说了几句话 便被人抓烂脸 黄伯伯 玉州还是不是 您最爱的侄儿了 难道就因为 玉州藏在外头 这京城的人 便不认玉州了 谢玉州露出脸上的伤 气得太后勃然大怒 放肆 玉州啊 祖母的乖孙 谁竟将你的脸都挠花了 皇祖母的心肝啊 才回京一天 就被人挠烂脸 祖母心疼啊 快宣太医来瞧瞧 皇帝面色亦是微尘 他和谢敬熙 乃一母同胞的弟弟 但谢敬熙 常年在封地 又因曾经为他挡过一刀 他对弟弟极其疼爱 弟弟唯一的嫡子 亦是疼到骨子里 震道要看看 谁这魔无法无天 连玉州都敢伤 朕定为你讨回公道 玉州 谁伤了你 皇帝冷脸问道 谢玉州顿了顿 小脸拧巴了一瞬 黄伯伯最疼他 对 最疼他 陆昭昭一个义女 难道还能越过自己的宠爱 是昭阳公主 谢玉州义正言辞地大声道 皇帝 属实汉刘家贝勒 你说谁 太后抱着他的手一松 眼神震惊地看着他 谢玉州抽抽叶叶露出胳膊上的痕迹 偷偷给陆昭昭上眼药 他昨日打伤六皇子 只要露出委屈的模样 皇祖母就会心疼不已 这一招对大人 百战百胜 昭阳公主 黄伯伯新任的一女啊 他仗着黄伯伯的宠爱 无法无天 仗势欺人 他连孙儿都敢打 可见其嚣张跋扈 皇祖母 你最疼玉州对吗 谢玉州眼巴巴地看着太后 咦 魏师摩太后脸上的心疼没了 方才还心疼得抹泪呢 黄伯伯方才还震怒 这会怎么面色扭曲了 沉默两久 皇帝认真地问道 你还手了吗 你打他了吗 谢玉州嘴角一扁 眼泪又要滚落 打不赢 他力气极大 把玉州按在地上打 打得好 打得好 皇帝松口气 大声道 太后亦是俯着心口道 幸好 幸好昭阳不曾受伤 你惹昭阳做什么 你皮糙弱厚的 当心打疼他的手掌 谢玉州 眼泪挂在脸上 呆滞地看着他们 昭阳打你 定有他的理由 昭阳从不是胡作非为的性子 母后说的是 昭阳这孩子 许是将他养得极好 皇帝不有点头 更难能可贵的是 陆昭朝 还有一片赤诚之心 小家伙年年冬日 都用零花钱 在城外施州建棚 接纳刘明和乞丐 他仗势欺人 皇帝是不幸的 你是不是冒犯昭阳 皇帝想起陆昭朝 懒散的性子 不由问道 谢玉州缩着脖子 娜娜的不敢吭声 皇帝一现 哪里还不明白 只怕他是倒打一耙呢 好家伙 竟敢颠倒是非黑白 靳西真将你宠得无法无天 小小年纪便满口谎言 来人啊 送回靳西王府 好好管教 方才还喊心甘的太后 此刻满脸严厉 小霸王哭得撕心裂肺 为石魔 为石魔呀 六皇子头上绑着白纱布 笑得一脸得意 谁让你踢到铁板了呢 活该